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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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不能大冬天的还在野地里冻着吧 所以他只能先搭个小屋子 好歹能有个遮风挡雨 睡觉落脚的地方 等住进这小屋了 再慢慢琢磨着盖个宽敞 漂亮的大房子 这叫一步一步来 得先顾着眼前最要紧的事 还有人给他出主意 说用车搭个棚子呗 这主意听着简单 可真行不通啊 康特平时全靠那辆车 隔三差五就得开着他去城里买盖房子用的材料 像水泥 砖块啥的 要是在车上搭了棚子 来来往往多不方便了 车都没法好好用了 那不耽误事吗 所以啊 康特还是觉得踏踏实实在这 一砖一瓦地盖自己的小屋 才是正事 这一砖一瓦地盖 这一砖一瓦地盖 休阳暖暖地洒在大地上 康特的身影早已忙碌于建坊工地 身旁的小男孩一步一驱 像个忠诚的小跟班 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 辛苦得如同泡在黄莲水里 可康特从未动过把小男孩送走的念头 在他心底 小男孩已然是亲人般的存在 是这段艰难岁月里为数不多的温暖威节 使他咬牙坚持下去的一份力量源泉 日头见高 一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 原来是老者带着阿萨尔前来探望 阿萨尔的手中沉甸甸的 拎着大包小包 里面装满了食物 这对正位建坊忙得焦头烂恶 常常顾不上好好吃饭的康特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更让小男孩乐开了花的是 老者还递给他一个崭新的球 彩色的皮球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充满了诱惑 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接过来 在空地上拍打着 追逐着 欢笑声瞬间驱散了建坊现场 南绿显沉闷的氛围 让这片土地也沾染了几分同真与快乐 康特亭甲手中活迹 迎上前去 脸上虽满是疲惫 却也站出真诚感激的效果 老者环顾四周 看着那进展缓慢的建坊工程 微微皱起了眉头 房子才刚起了个雏形 墙地气的参差不齐 地基打得也不够稳固 相较上次来时 变化实在有限 老者眉藏着掖掌 直言不讳地提出诸多意见 从建材的选用 到施工的技巧 史无巨细 一一叮嘱 莫了 还拍着胸壶承诺道 要是我往后有空 指定过来帮你 照着进度 冬天可不好啊 康特听得频频点头 心中满是感激 深知老者 真是真心失忆为他好 在这艰难时刻拉他一把 几人为坐 话题见次展开 谈及家中那些糟心事 康特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当老者说起 康特妈妈仍不死心 即便他与阿祖法已然离婚 还三番五次上门吵着要孩子时 康特气地攥紧了拳头 额头上青筋抱起 怒目原争道 这老太婆 简直不可理喻 我非得想个法子 把他送进小黑屋关几天 好好治治他这臭毛病 不然咱们这日子就别想安逸 画风一转又聊到吉尔纳的去向 老者无奈地叹了口气 吉尔纳丫头 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 巴承和凯尔的事也慌了 康特一听吉尔纳的名字 烟雾之情瞬间涌上心头 冷哼一声 哼 我早不认这个妹妹了 她做事没个分寸 爱去哪去哪 我可没心思管她 老者微微点头 继而将话题引到阿祖法身上 安抚道 阿祖法那边 你且宽心 只要你妈别去搅晃 她日子还算安稳 我也时不时去愁愁 缺啥少啥的 总能帮衬着点 康特文言 神色暗淡下来 眼中满是迷茫与畅茫 犹豫片刻 还是吐露了心声 我心里头啊 总觉着我和阿祖法还有感情 可如今这局面 您说 她会不会哪天就另讯她人 改嫁了呀 老者 与众心尝道 你还不了解阿祖法 她不是那水性洋花的人 和你离婚是被你妈逼得没招了 可不是因为疫情别恋 或许是被老者的话出动 康特沉默伴上 又似鼓起勇气般说道 我觉着阿萨尔是个好女人 我想你应该和她结婚 老者并未露出惊讶之色 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温和地说 人这一辈子 是该随心选自己喜欢的 只要将来不后悔就信 康特又说 我虽然支持你和阿萨尔结婚 但是我就怕她前妇来找麻烦 要是闹起来 可杂整 老者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洒脱一笑 以放宽心 真有麻烦 我也不怕 要是她图钱 我给她便是 破财消灾 总能把设给摆平了 对 刘洁 跟着 我给你放在 要把设给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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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是 你 你 这 不必定 不必定 是 ? 不是 是 是 谢谢大家